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近日绿团访问香港与澳门,也进入港澳中联办,对此,入委会副主委邱锤正金表示,中共刻意操作我政治人物赴港澳形成强迫推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,政府始终强调不应附和一国两制,宋楚瑜并非公务人员,没有法规禁止其赴港澳,但政府有事先提醒他应注意社会观感。 邱锤正与记者会上指出,一国两制这项劣质产品在港澳所得到支持度,满意度及信心度都不高,甚至近日还创历史新低,经常接获客诉,在台湾也不会有市场,邱锤正并很酸,一个被嫌弃的产品,再怎么找名人代言,精美包装,民众也不会买单,建议中共与其顾忌重失,安排拜会中联办美化一国两制,倒不如先好好检讨一国两制, 不受港澳民众欢迎的问题,钟时莱斯·布洛克阿兹会